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月24日出生于中国内蒙古 绰号无敌风火龙 中国职业无数散打运动员 高中时候学过铁饼 老师称赞成绩不错 又喜欢运动 特别喜欢篮球 到考大学时需要考会考 成绩却未如理想 刚巧内蒙古提供二大队招生 经过老师的推荐 于1998年顺利录了内蒙古提供队 接受正规的散打训练 一开始的时候 赵子龙不是太喜欢散打 但是经过多次比赛后 他慢慢开始喜欢上这项运动 从比赛当中 能够学习磨练自己的意志 而且在雷台上听到有散打迷替他呐喊助威 也能提高他的士气 赵子龙在2000年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获得第三名 全国武术散打冠军赛第五名 2001年九运会继全国武术散打锦标赛预赛前12名 决赛第六名 2002年中国武术散打王争霸赛 赵子龙以一记高鞭腿KO杨小径 夺得重量级散打王称号 并获得神腿王的美称 在参赛过程中 赵子龙接受了徐克导演的邀请 参与拍摄徐克所指导的电影《散打》 这是一部以散打为题材的电影 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赵子龙从运动员姚胜一变成了演员 在剧中赵子龙饰演悲情英雄铁大龙 一时红遍大江南北 2004至2005年期间多次夺的中国散打比赛冠军荣誉 离开了散打擂台 热爱格斗的赵子龙转战综合格斗 他参加了英雄榜等赛事 2006年在英雄榜压轴赛对决中 赵子龙战胜由中国小刘一师之称的刘文波 敬仰强者也许是所有舞者的共同特性 早已成为他人偶像的赵子龙 同样也有自己的崇拜对象 他就是功夫巨星李小龙 不仅因为李小龙是费身中外的功夫巨星 还因为绝权道深邃的哲学思想 深深地吸引了赵子龙 2009年赵子龙在中国首家绝权道综合格斗俱乐部 举行了一场隆重的拜师仪式 赵子龙败在了赫赫有名的 钟海明、好刚、朱建华 三位绝权道前辈的门下 如愿以偿的正式成为了武术节权道传人 2012年31岁的赵子龙接到瑞武的邀请 打响自己的复出战 在年度总决赛中 赵子龙十字顾降服对手获胜 成为瑞武综合格斗大赛 所谓93公斤级总冠军 2013年赵子龙也在 MMA瑞武终极格斗百万争霸 冠军中夺得轻重量级冠军 2015年接受日本传奇格斗冠军 美轮农玉酒的挑战 付出比赛第一回合 TKO美轮农玉酒获胜 获得韩国权威综合格斗赛事 Roof FC重量级冠军 从闪打转战到MMA 金腰带和冠军头衔拿了不少 但各种容易加深的赵子龙 并不因此而感到满足 毕竟人生是丰富多彩的 他还有好多事情想要去做呢 于是随性洒脱的赵子龙 紧紧追随着 自己的意愿和喜好 转换着各种身份 从MMA裁判到搏击教练 创立了龙武道馆 再接受邀请成为 闪打王新女郎赛事评委 只要他喜欢 全都可以做得风声水起 提及武术闪打 赵子龙曾说 闪打的精神也就是我们武术的精神 就是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 我想有一天 中国的闪打一定会像十年前一样 王者回归 重新走向武林巅峰 赵子龙的一身注定为武术奉献 这种精神 盖也我十分敬佩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将陆续推出更多 关于闪打运动员的视频 如果你有喜欢的闪打人物 也可以在下方留言 记得点赞和订阅我的频道哦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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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